花都巴黎在艾菲尔铁塔 在夜晚点亮灯光 美丽又浪漫 但为了节省能源 巴黎决定 这个冬天 艾菲尔铁塔要提早一小时熄灯 不止如此 从23号开始 巴黎的公共建筑 在晚上10点就会关闭灯光 游泳池的水温 则是会从设施26度降到25度 这些措施是要达成 法国总统马克宏设下的目标 也就是产业家庭和地方当局 减少10%的能源使用 来对抗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 以及能源价格金金涨 面对俄国把能源当武器 欧盟则是要对 以低成本发电的能源公司 出手 宣布要对这些企业 祭出收入上限 化石燃料企业也成为欧盟锁定的目标 必须分享从标高的能源价格中 赚取的收益 而在中欧的斯洛伐克则是对新核电厂完成燃料装载 今年就能展开发电 预计在明年初进入全面运作 为了对抗能源危机 欧洲各国想破头 要用尽全力开源截流 欢迎去推荐林诺博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 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